而另一起意外是台铁两名盗班工 在台中的龙井车站遭自强号撞死 赵四的销信驾驶呢 今天到死者的零钱上香 面对家属追问是不是有鸣笛 销信驾驶员点头表示他有鸣笛 但是呢并没有认错 及道歉也引起了何家人的不满 要求台铁要陈储失职人员 台铁呢则表示一切交给司法处理